收工,收工,回家吃饭 准备搬东西上岸,回到干口了,这个鲍鱼 这个鲍鱼这样养回来,没问题 都是活的,ok,就是浪费了三个毛巾 捞一判过来 还有螺,这么大的螺 带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太好吃了 这次熟食材重哦 吃了有二十多斤的鲍鱼 这是我们的鲍鱼,保护的是 这是蒸汤的鲍鱼 这个 这个等于在秤,不准备了 十七点五 死掉的鲍鱼,要晒鲍鱼缸了 这个,二弟这个还要不要 二弟,你这样才最好的 这里全都是死鲍鱼 我们分成四袋,每一份 拿回去晒干也好 一多少斤啊? 二十多斤 二十斤 反正不会浪费,拿来炖汤还是非常不错的 活的我们不吃,就吃就死的吧 然后明天我们再统计一下我们的收入 以后又分钱 哈哈哈哈 这树算出来了 我们现在卖掉的,就八十一斤是活的 来,去阿姨洗手上 直接插一下,去 不不不去洗手上 家阿姨洗手上 好吃啊 然后我们现在除去费用 来分钱了 我们每个人拿到手的是 将近三千块钱吧 这个也不少了,拿到这么多钱 其实相对来说,我们七四天收获前进三千块钱 我们现在收获是过得去 但是我们付出的体力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也特别辛苦 相对于来说,是不怎么划算的 因为真的很累很累 谢谢 你救了一把 还在旁边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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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我们发生完没七四天 所以真的,每个人都很累很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高层的天群 所以大家这一次体力消耗真的是 特别特别大 每个人回来都是暖啪啪的 所以我来给我们四个人 炖了一桩这个汤 给大家煮一煮 嗯 重点是 年炖三天 哈哈 三天三天 早吃都辛苦了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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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鲍哥家了 鲍哥 这不再加这块啊 加不加有没有人 啊开箱满这块的 赶紧给你送这个好货来了 这个是扫子专门包包给我们补的 补这里的 这两边呢 那你要趁热盒啊 还有点热的 那我就先撬了 那你慢点啊 撬动你了 没事吧 弟弟的十八呢 今天好帅啊 好 去读书了哈 爸爸 爸爸送你去学校好不好 嗯 嗯 好 一读书了吧 好帅啊 你是乖乖了 对 到时候 我再见啦 谢谢你 我自己拿麵包子 哦 哇 哎呦 看看